Simon is here,我,我叫你们最少的西装博主Simon 这期视频呢,我就准备和大家继续聊一聊拉夫劳伦的指标 这次呢,我就准备和大家聊一聊指标的衬衫 和指标的其他单品相比呢,指标的衬衫真的是不太行 好,是那句话,指标呢,就是拉夫劳伦的高端线 是以性价比闻名的,横向,甚至是纵向的对比 它都是非常的具有性价比的 虽然,它的衬衫相对来说呢,败的不是非常的贵 一般的款式呢,是500美金左右 但是,它的基础款的衬衫呢,做的真的是相当的一般 首先,它的基础款的衬衫呢,做的太软了 包括领子,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太软的衬衫的 第一,领子在不扣扣子穿外套的情况下呢,非常容易塌,容易往下掉 其次,太软的衬衫呢,非常的容易皱,而且不容易烫平 大家可以看一下袖口这边 这边都已经皱成这个样子了 其他的部分呢,我不说,你们也懂了 总的来说呢,它的基础款衬衫比起配外套呢,更加适合单穿 而且呢,按照硬质标来说,它的衬衫呢,做的也是比较一般的 全部呢,都是机器车的 就价位来说呢,也没有什么亮点 而且,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呢,它没有绕脚 每次我说衬衫呢,都会提到绕脚 这次呢,就不废话了 大家要是有兴趣呢,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往期的衬衫评测视频 总之啊,绕脚对美观合适呢,都是有所提升的 这里顺便说句提坏话,LP,BC,指标衬衬呢,都是一个风格 软啪啪的,而且呢,没有绕脚 所以说啊,在试过指标的衬衬之后呢 BC和LP的衬衬呢,我是一件都没有买 个人啊,真的是不太喜欢 像这种基础的款式呢,虽然说它的面料尚可 但是啊,超过三位数的人民币呢,就没有必要买了 同价位呢,你肯定有更好的选择 大家可以了解下,在美国的奥莱 这种衬衫的一个实际的价格到底是多少 绝对让你大跌眼镜 但是,话说回来呢,指标毕竟是时装品牌 所以说呢,它可以靠款式和审美来取胜 比如这件,它就将软的一个特点呢,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虽然说,它依旧是没有绕脚的 但是,它的供应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和一般的衬衫相比 虽然说呢,这件的款式啊 它的供应呢,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卖点 但是呢,它的这件衬衫的审美和设计呢 是非常在线的 再加上打完折扣的价格 完全没有不买的理由 这件衬衫呢,比起衬衫 更像是一个overshit,也就是外套衬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领下的细节啊 这里呢,是可以扣起来的 但是啊,这个东西真的能防风吗? 比起功能性 这个设计更加突出的呢,还是视觉效果 看着呢,会更加的像外套 往下看,大家可以看到左侧口袋上面呢 是做了一个笔带的 虽然说啊,这个笔带你不一定会用 但是啊,做了肯定比不做要来得好 他呢,在笔带上面呢,还做了扣眼 这是为了更好的让笔卡在口袋上 这样呢,笔就不会直接卡在口袋上了 他呢,会直接卡在这个扣眼上面 不会导致口袋变形 同时呢,在视觉上也起到了一个左右不对称的视觉效果 显得与众不同 这件衣服的着色度呢,不是非常的牢固 这点呢,是刻意为之的,大家可以看到领子 口袋 袖口 门巾边缘的一个膜白 看着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味道 再搭配上它的一个白色的撞色的扣子啊 这个设计非常的不错 再加上啊,它是又轻又软又薄又透气 在夏天穿啊,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指标的基础管衬衫呢 虽然说面料还可以 但是啊,就原价来说,你肯定可以买得到更好的 如果说你想四一时的话呢 那可以搞一个官方一手的骨折款式来试一下 而拉夫劳伦呢,说回来,它还是一个时尚品牌 它可以靠设计和审美来取胜 再加上指标一个折后的价格 非常的可人啊,大家绝对可以搞一个来试一试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话 记得关注我和点赞哦 我们下期见